郭文貴直播 一個企業要能夠長久經營 一定要這些員工一起努力 那對於這些員工來講 少少的薪資對他來講是生活的必需 但是對雇主來講 確實是資產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在這邊呼籲 企業應該本的照顧員工 以及企業良心 能夠還給小惠 她應該有的勞動權益 這個妹妹她在高中開始 她就開始在工作 她老到這邊做全職 每天工作十個小時沒有加班費 她的薪水是一個月六千塊 可是她的六千塊是底薪兩千塊 剩下十千塊是她洗頭賺來的錢 可是呢 如果你只要請假 你請一天就扣兩千 那這樣的話 一個月到底還能夠拿多少錢 重點是這個妹妹在這邊工作了三年 她現在想要離職 老闆就來跟她講說我要離職 迴約金 然後迴約金 她要求迴約金有不合理的東西之後 我們去調查台發現 結果能不能幫她算了 她這三年下來累積 這個老闆總共欠薪欠她 欠薪加上沒有付老店保這些東西 總共加起來欠了五十幾萬 然後在調解會上 這老闆居然說 不然這樣好了 我打一折 我打一折給你 那我就私下合計 現在工作了二十八個月啊 沒有工勞也有苦勞 他們就是 不承認我是他們的員工 想要逃避他們應該是 像勞健保加班費 還有最低薪資都沒有 因為我們一天上班都四十個小 都有工作超級 人會生病也會老 他們都沒有給我勞健保 讓我以後要死房 以前還在上課的時間 大概有一年到達 領的薪水都是六千多塊 二十三千多元 他們給我的底薪兩千塊 其他的副分是我自己靠老五做客人換到的 然後他們都會嘗試加班剝削員工 只要加班也不行 這樣的薪水跟福利讓我待不下去 我待不下去要離職 他們要我賠償 我們當初簽的合約六萬元 他們該給的都沒給 還要求這一塊 他們認為他們給我的是他們的技術 難道技術不是為了幫他們賺錢嗎 如果什麼技術都沒有 他們可一個月只花六千塊 七千塊 不用我幫他們做事嗎 你的約定不能夠違背法律規定嗎 那法律規定的基本性質是七十元之級的話 那你就要補足那個金額 嗯哼 局長所以他一天工作十個小時 其實就算是正式在這邊做正職 而不能說他是什麼學徒的關係 對不對 因為他是雇用關係存 他既然沒有所謂的學徒 就是你還是有一個老父關係 老父關係你就必須符合那個 老計法的一個基本性質的規定 而且他只做十個小時的話 還會牽涉到加班費 嗯哼嗯哼 所以這家店有違法的情況 有當然有當然有 嗯 而且他也可以全部要回來那些錢嗎 對不對 差了錢 他可以去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其實可以讓我們老公去申訴 然後我們來進行調節來 然後我們可以去做勞動研發 然後去了解這一家店違法的情況 好 無法無天 回頭十案 回頭十案 無法無天 無法無天 回頭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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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坐 雄 回頭え 回頭十案